这家俄罗斯公司胆太肥 竟敢偷偷帮越南开采南海石油 小心被收拾 近些年来 因为特殊的地缘关系以及需要 中俄双方在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务实合作 彼此在核心利益上都相互支持 结成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然而 在这种大好形势下 一家俄罗斯企业竟然做出了有爱中俄关系发展的事情 5月18日 海外网报道称 一家名叫Rosneft的俄罗斯石油公司越南分公司 正在中国主张的南海海域开采石油 对此 中方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 任何国家 机构 企业或个人未经中国政府允许 不得在中国管辖海域内开展油气勘探和开发活动 很明显 对于该公司的错误行为 中国方面进行了正当驳斥 毋庸置疑 南海主权属中国所有 Rosneft石油公司在南海开采石油的行为 是在侵犯中国核心利益 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中方利益 也严重影响到了中俄两国关系 这也与俄罗斯的战略大局背道而驰 就从目前中俄所处的国际环境来看 俄罗斯的崛起 从来都是令美国及西方盟友感到恐慌的事情 因此成为他们长期打压的对象 至于中国 也一直处于美国及其盟友的遏制与围堵之中 如今 特朗普所奉行的印太战略更是扩大了围堵中国的战线 虽然这条所谓的战线目前正处于松散状态 但仍然表现出了美国对中国的恶意 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以后 更是将遏制中俄的政策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去年12月18日 特朗普发布了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里面明确将中俄两国共同列为了长期战略对手 这显然是美国要将对中俄的博弈变成一个常态化 长期性的国家战略 此后 特朗普在针对中俄的问题上更是变本加厉 2月3日 美国情报部门公布了一份核态式评估报告 宣称美国一直都在削减核武库 而中俄两国却在不断增加 同时 特朗普表示 要努力补充美国的核武库以应对中俄 这显然既是在对中俄大泼脏水 又对中俄两国提出了共同威胁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中俄两国在美国遏制下 已经成为一对难兄难弟 这也由此促使中俄在军事方面展开深入合作 俄中两国海上联合2018军演的顺利举行 进一步彰显了中俄在军事上的亲密合作关系 中俄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并不是一句好听的口号 而是在当前形势下两国共同做出的选择 而俄罗斯这家石油公司在南海开采石油的行径 则可能会因贪图迎头小利而破坏中俄友好的大局 这不仅会遭到中方的谴责 想必俄罗斯政府也不会原谅